职场新视野 改变新观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美伦老师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职场新视野 在圣经中间 曾经有一段祝福的经文 在约翰三书的第二节 他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我们看见在目前 我们工作非常节奏紧凑 生活的轮子不断地往前推移 而且竞争里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时刻 其实我们非常需要看重的是 我们身心灵方方面面的健康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全方位健康 我们看见在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人生 在铁撒诺尼迦前书五章 二十三节这个地方 保罗说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在这个地方 保罗很清楚地讲到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间 会有一个成圣的过程 很多时候 大家把成圣这个事情 想得非常悬 其实成圣 基本上就是 恢复成为上帝所创造的 一个正确的次序 其实这个就是 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 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 恢复这个次序的这个过程中间 他讲到说 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主的保守 将来在主面前的时候 可以完全无可指摘 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一个状态的里面 当然像这样的经文 有的时候也会引起很多 在解经上面的争议 比方说很多人在讲说 我们到底是走二元论呢 还是三元论 是灵魂跟身体呢 还是灵魂跟体 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解经家 对这些有不同的解释 那后来也有一些说法 就讲到说 其实整个希伯来人呢 是一体论 也就是说 他认为人的方方面面 其实是联动的 我相信从现代的医学来看 他的确是 我们常常讲说身心症身心症 灵里面出问题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情绪出问题也会影响我们的生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去讨论这个问题 是二元论三元论 或者是怎么样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来说 二体三用 意思就是说 这个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 是两个领域 可是呢 的确灵是跟神交通的 魂是指的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这个部分 那身体当然就是指的 有形的生理的部分 可是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子的 理论来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都会看见 我们受造是一个全方位的受造 而且在这个受造里面 其实它是方方面面互相联动的 那果然上帝不但创造我们 是全方位的一个创造 而且他给我们的祝福 也是全方位的祝福 我们刚才讲到约翰三书 第二节这一段经文 就讲到约翰他就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我们看见 其实约翰揭示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 在上帝的计划中间 其实他渴望我们的是兴盛 这也是我在节目中常常讲到 上帝是赐福的上帝 那一赐福呢 就生养众多 这个在经文总是连在一起 赐福和生养众多 这被咒诅了才衰败 所以我们会看见 上帝的赐福的结果一定是兴盛 其实这个是在我们基督教的 一个信仰的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也曾经有人讲说 其实很多基督徒身体不好 因为很多人讲这见证都是疾病的见证 说他疾病中间怎么样经历上帝 那这个好像基督徒不觉得 要健康是那么重要 还有人讲说基督徒中间身体最差的 常常是穆哲 那这个有的时候太看重灵性 以至于其他方面没有方方面面的 一起进入到这个上帝所赐的 这个兴盛的里面 所以我们也会看见一件事情 现在很多企业的里面非常看重运动 所以你会发现身体健壮 灵魂兴盛 其实它果然跟凡事兴盛 其实是联动的 也就是说你身体好 你精神旺盛 然后你意志力 这个注意力可以集中 然后脑袋很灵光的时候 自然就凡事兴盛 也就是说你手中所做的事情 也都是兴盛发旺的 那我们会看见 在圣经中间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代表人物呢 如果我们看到生命纪34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摩西即将离世的时候 前一阵子我特别看这段经文 那因为自己现在也蛮需要 去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觉得很有趣 他说摩西死的时候120岁 眼目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我们现在常常说老眼昏花 我们常常戴眼镜 都要戴多焦点的 为什么呢 又不能看远 又不能看近 可是摩西死的时候 眼目没有昏花 那当然摩西的时候没有3C 他不会滑手机过度 可是一个到了120岁的时候 眼目没有昏花 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象征 也就是说他身体的机能 其实还保持着非常的灵光 不但眼睛耳朵也没有昏花 意思就是说他听力也没有消退 也没有减低 精神没有摔摆 意思就是说 其实摩西的离世 是在一个非常顺畅 非常安宁 我们现在常常都希望说 能够安宁的到最后的走完人生 这一条道路 我们会发现摩西并不是在一个 非常衰败的情况中间离开这个世界 其实他就成了我们基督徒 非常向往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我也跟主祷告说 说他求你帮助我在身体 在各方面 是刚刚好离世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刚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徒 可以来寻求 好像摩西一样 眼目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事实上我们看见古人 他们的寿命都非常长 我们不用去看挪亚前之前的列祖 他们都七百年八百年 当然很多人说那个计算的方式 我们单单看亚伯拉罕之后 亚伯拉罕175 以撒180 雅各147 约瑟110 摩西120 这是很标准的一个数字 约苏亚110 大位70 那我们会发现的确 随着人类的生活的方式等等 开始人类的这个寿命是递减 所以诗篇90篇的时候 他虽然是摩西写的 可是摩西已经把当时候 描述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 但其中所惊花的 不过是劳苦愁翻 转眼成空门便如飞而去 摩西说人生是短暂的 无论是70 无论是80 甚至120 我们跟永恒比起来 我们其实都是短暂的 可是摩西在那个地方 已经描绘了那个时候 人的一个寿命 那我们知道 在人类的历史的中间 有的时候因为战争 有的时候因为疾病 人类的这个平均寿命 曾经低到50几40几 都曾经有过 可是呢 渐渐因为医疗的关系 尤其现在战争 也不是那么平仁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 我们自己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女性的平均寿数 已经上升到83.4岁 男性呢 平均寿命是76.8岁 所以呢 真的是又回到了这个70 80 甚至我们现在常常听到 90几岁的人 老人家家里有90几岁老人家 好像很是平常 甚至这个人类越来越多 百岁以上 人类其实越来越多 那全球呢 全球女性的平均寿命是74 那所以我们的国家 还是比较高 然后呢 男性这个全球平均寿命是70 所以我们其实 平均寿数都是比较高 可是有一个事情是值得 另外一个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我们平均的卧床年数 大概是7年到8年 那这个有的时候就值得 再来思考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地方 他们的这个卧床率是很低的 也就是说一个老人家 他到离世之前 卧床的这个 这个期间 有的是比较短的 那比较短的可见是 老人其实是健康的 那有 有一点像摩西一样 到最后的时候呢 眼目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可是 寿命走完了 他就很自然的离世 可是对我们而言呢 我们国家常常 握病 就是老人家离世之前 有7年到8年 这还是平均数字 有的更长 是握床期 所以有些学者 他就在谈说 我们到底是 这个长寿呢 还是残寿 残就是有一点衰残的这个残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高龄 还是最后剩下的岁月 只是非常痛苦的 非常疾病产生的 或者是神志不清的 或者是某种这个状态中间 如果平均有7年到8年的话 可见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高龄 其实在健康这件事情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要去加强 所以我们会发现 的确这些年 我们无论是说 在企业界非常看重 这个全公司一起去运动 或者是这个长跑 或者是旅游 或者是怎么样 而且我们也非常看重 高龄也要开始运动 有一本书 叫做活得久 活得好 那它是一个美国的医生 他所写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 当然它里面讨论很多东西 可是它其实有一张图表 是非常有趣的 它基本上把这个图表 画成一个十字 所以它有四个象限 那在每一个象限呢 它又再画一个十字 所以其实加起来 除了中间这个大十字之外 它另外还有四个小的十字 那小的十字上面都有刻度 那这个刻度的每一个上面 下面 左边 右边 就会有一个项目 比方说它的左上角呢 是在讲这个身体的健康 比方说你的饮食 排泄 你的休息 活动 那它就要你画一个圆 那另外一个项度呢 就是画说你在学习 工作 安静的时间 或者是你的外向的时间 内向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项度 它是讲关系 你跟家人 跟朋友 跟这个等等的 跟配偶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就是讲灵性方面的 所以它就说很多人画这个四个圆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车子的四个轮胎一样 它只要讲了四个圆都是很饱满的话 那当然车子开起来就非常平顺 可是呢 其实我常常带人家画这个图 特别也会带企业的人士来画这个图 那画完以后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会有的扁啊 有的尖啊 有的三 就是那个形状是很奇怪的 所以呢 它这个书里讲就是说 其实你人生如果不够全方位的健康的话 其实就好像四个 一个车子的四个轮胎 有这个饱满的 有这个塌陷的 所以跑起来车子就几里咯咯咯咯 就不顺畅 那当然每次带大家做 特别是带企业方面的人士来做这张图 完了以后大家就觉得说 哇 自己人生还蛮需要重整的 蛮需要调节 那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 因为这个很现实嘛 画出来就会发现说 哇 自己的那个圆有大有小 有方有扁 所以呢 这个就很清楚地显示出来 我们的生活是不够平衡的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非常需要 常常检视自己 那当然现在也很多这个健康检查 大概一年两年 有的时候公司啊 我们的机关啊 我们的单位啊 就会让鼓励我们要去 或者是这个support我们要去 做这个健康检查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一健康检查的时候 其实就原形毕露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做见诊的时候 它有一个仪器 其实你自己是可以看见 那个状态的 所以它把这个两个东西 枯在我这边 以后之后呢 自己我自己在我眼目上 会看到那个真实的情况 其实看到的时候 就会觉得真的是无所遁形 意思就是说你生理的状态 其实是完全的就呈现在你的眼前 所以这个不能当鸵鸟了 你就必须面对现实 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全面的检验 无论说我刚才说的像那种表格 自己来做填写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平衡 或者是我们真的去做体检 呈现出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确是需要加强 我们在身体上面的一个健康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考虑到 我们的饮食 考虑到我们的作息 考虑到我们承受的压力 考虑到我们在这个紧张的状态中间 是不是有足够的所谓的支持系统 情绪或关系上面的支持系统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会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 有一个全方位甚至会鼓励自己 开始做一些运动 特别是储存肌肉力量的一些运动 那当然这些开始做的时候 那我们也需要全方位的休息 好像词篇127篇讲到说 唯有耶华所亲爱的必教他安然睡觉 我们也会开始思想 我们睡眠的品质是不是够好 就好像前面约翰三书的经文讲说 现在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 我们在职场 我们追求的是凡事兴盛 也就是说 我所做的计划能够亨通 我所研发的产品能够销售 我所提供的这个案子 可以得到这个合约 我们都希望凡事兴盛 可是其实 约翰在说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很清楚的就把你凡事兴盛 必须你的基底是好的这件事情 把它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精神衰败 很多时候我们的执行力会不够 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情绪不佳 很可能我们的人际关系会不好 所以我们在凡事兴盛 他讲到说要身体健壮 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基本盘 身体健壮 然后灵魂兴盛 当然第一个 我们灵里面要不断的追求与主 不断的相交 不断的连结 让主的永活的生命 不断的永留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让我们真的是一个活人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在所谓的情感 心思或者是决断力 这方面我们也需要是健康的 让我们能够经历全方位的健康 我们的灵是强壮的 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清晰的 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是丰富的 我们在工作中间的热忱 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续航的能力 而且让我们能够做一件事情 可以做到位 而且呢 当我们能够这个样子的时候 就好像约翰三叔所说的 凡事兴盛 他的这个结果是在外面结果 可是他里面的这个基本盘 基底却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我们谈这个全方位健康 我们有两个题目给大家 一起来思想 第一个题目是 我如何在自己的一生中 在身体情感意念关系上 保持全面的健康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找这个 活得久活得好那本书 他的那个量表 一做的时候 其实就一目了然 很清楚看见自己的 目前是不是足够全方位平衡的一个真相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要做调节 就好像我刚才讲 我常常带一些妾人士来做这个表格的时候 大家看来都非常感叹 就发现自己不够平衡 第二个 我如何在一生中 因着与上帝的关系 常保灵命的健康 我们刚才说 其实最核心的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 神的灵不断地 涌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上帝是健康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永活的上帝 他那一个丰富的生命 借着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灵修 不断地涌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其实是我们生命中间 最基础的一个力量 而在灵里面强健的时候 我们在情感上就被修复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是蒙爱的 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有跟人家建立好的关系 有足够的支持系统 我们头脑清晰 所做的判断是准确的 这些也自然会发生影响力 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一生的果效上面 就可以看见 那一个真正的凡事兴盛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为我们的受造奇妙 可畏向你献上感恩 是的 你告诉我们 不但灵力要兴盛 身体也要健壮 不但要操练静前 其实操练身体 仍然是有益处的 因此求你来帮助我们 有一个全方位的健康 让我们灵力 因着跟你不断的交通 是强健的 让我们情绪平稳 让我们关系丰富 让我们头脑清晰 以至于我们所做出来的 每一个决定 都是正确的决定 让我们身体强健 以至于我们有续航力 我们有把事情做到 完整的那一个坚持的力量 主我们谢谢你 主要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 我们真是蒙福的 主要我们真是一个 可以经历凡事兴盛的人 主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 主要能够持续的发挥影响力 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